那因為民主基金會董事長也是要換人座 那因為韓國瑜過去有所謂一些親中的爭議 那現在內部的董事認為說 他能否質疑說他能否順利出任民主基金會董事長 那夏天委員怎麼看 來 你要先回答第二題 依照這個確實遇到相關的規範 這個民主基金會的董事長 那會是立法院的院長來擔任 那其實過去在馬政府的時代 其實當時很多公民社會就有點詬病 就是當時馬政府把民主基金會比較多 拿來作為一些兩岸的相關的統合的這些工作 那在2016蔡政府開始執政之後 那民主基金會也調整了方向 那比較多是來跟這個國際的民主國家 來加深在民主事務或民主工作上面的互動 也包括跟國際的公民社會產生更多的連結 所以確實在韓國瑜成為了立法院的院長之後 我們也聽到一些台灣的公民社會的團體有點擔心 他們很希望這個民主基金會的運作可以持續保持在對的方向上 對的路徑上面是持續的跟國際社會進行民主工作的交往跟深化 而不要走回過去的回頭路 變成是把民主基金會用作成為這個兩岸的這個一些統合工作上面的這樣子的目的喔 所以我也有聽說接下來公民社會可能也會想要對於這個民主基金會的運作提出一些呼籲 但確實在實際的規範上面 民主基金會的董事長就會是這個立法院的院長 這是這是規定上面是沒有錯這樣子 那我們作為新科的立法委員 我們都是盡量三人行能成我師啦 那盡量從表現得好的委員裡面去學習 表現得爛的委員裡面呢 那就思考一下就不要變成跟他一樣的人 那洪生漢是表現好還是表現不好 當然是爛的啊 呵呵 不然當時提他幫不分區的時候 很多人都覺得很誇張吧 范雲也是爛的啊 這是我個人的評價 我個人的評價 我覺得他表現的確實就是不好 他這一陣子以來 包含是當天的時安會報 除了護航政府之外 還做了什麼有意義的事情嗎 沒有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現在在立法院裡面 還是一樣不斷的護航 但失去了他們應該要監督的義務跟責任 都是已經當到第二屆不分區的人了 鬧子怎麼還會這麼不清醒呢 賴清德竟然會繼續提名洪生漢 這個沒有什麼功能性的立委 在當第二屆 我想大家多數的民眾也是非常的訝異 謝謝我們國民黨助理人主席啊 特別同意在花蓮中台 十多天前啊 國民黨總召集人副分級委 就告訴我 想要在花蓮辦這樣的公司裡 我說好啊 但是你的想法是如何 那來到花蓮啊 他那天我新計程 兩到三天好好產生一些共識 對立法委員各方面能夠經過了解 我就欣然接受說一定會來 跟他的報告 今天是從雲林做到高雄小港機場 坐飛機到花蓮 三十分鐘之後 再從花蓮機場再做飛機回台中 然後晚上還有時間再趕飛機 所以跟國道六號 打通啊 中間三派是多麼的重要 現在的很多委員同仁 還有各個眷屬 新聞界好朋友 我心中有好多話 想要跟特別是新計的立法委員 來交換意見 好多好的花 我都不知道從哪裡說起 聖誕寂寞草 神仙老虎狗 我要看嗎 人生三個結論 神仙 老虎 狗 神仙是什麼 瀟灑自在 什麼是老虎 火力全開 什麼是狗 努力奮鬥 選舉過程 我們是努力奮鬥 看了就拜託拜託 終於打了這個艱苦的一戰 土拳騎在腰背 打的是腹 灰雲頭土臉 廖偉翔 殺的是七進七出 每一個好幾人都艱苦的不得了 艱苦奮鬥 一也是他們開票選上了 到處去謝仙喝泡茶 發發吹了紅包 哎呦 大家就說委員啊 恭喜啊 神仙 瀟灑自在 各位今天來花蓮公司在幹什麼 老虎 因為你們要吃的血脈 這個時候怎麼做 所以我們拿朱立倫主席 以及我們黨團傅康錫 彭彭凱 林士兵 在花蓮建立這個共識引擎 非常非常重要 大家知道 很多新興的立委 他們都怎麼發 各位在論立法委 有三種方式進到立法院 一個是爬進來的 我們都聽會 先當里長助理 再當里長 再當台中司議員 再請立法委員 一步一步爬進去 叫朱立倫主席 是跳進來的 什麼選擇 只能一跳進立法院 這叫跳進來 那一部分區 是飛進來的 直接空降立法院 你們產生的方式不同 你們的挑戰不同 大家對你們的期待 一樣 不管你是怎麼來的 爬進來的 飛進來的 跳進來的 你只要是立法委員 人民對你最有期待 所以我一句話 給大家共鳴 萬里長城今有在 不見當年七十皇 萬里長城是什麼 七十皇是 七十皇是政治人物 害你死得了要欠負 萬里長城是什麼 是政績 所以親愛的委員同仁 我們心心念念要知道 新的國會 人民對我們有新的期待 我們怎麼樣能夠打造 人民心中渴望的萬里長城 這是大家共同的挑戰 你飛進來的 去年是教授專家 今年被立法委 你要特別認真 你跳進來的 什麼都沒幹過 直接進立法委 你也要特別認真 因為當過議員 當過鄉政黨 在進來 他最起碼 對意思規則 以及異常 彼此的運作 互動 還有基本感情 所以這三種 沒有兩種 你要比任何都優先 這是我良心的建議 進到立法院 三十一年前 柯建民跟我 垂垂勞力 他是跳進來 什麼都不幹 牙醫 直接做立法 我是縣議員 慢慢爬進來 但是親愛的委員同仁 大家一定要緊急在心 只要你認真 你一樣可以有作業的表現 我記得朱立伦主席 其實選的時候 調車尾啊 那時候還有什麼配票 大約把票搶 拍個抬大教授 滿頭答案 跌跌撞撞 在桃園 誒 要選流行 過去三選桃園現場 高票選 就是跳進立法院 所以 什麼力量都沒有 直接做立法委的 你要特別有心 怎麼做 我做一個小小的建議 全世界最會講不同語言 可以講二十二國語言 一個天才 二十二國語言 英文、中文、西班牙文、法文 他問你怎麼讀的、你怎麼學的 可以學到二十幾國語言 他這一招啊 對我們的一方語言幫助很大 他掀起了一個國家的發音 西班牙文 居然發音樂跟智希 然後找一本代表西班牙的標準小說 全部背起來 從頭背到尾 他就開始進入西班牙文的領域 如果一個外國人 學中文 他先把唐詩三百首背起來 各位委員懂得 這是不可能的 真的 所以各位委員不要擔心 你就先認著 茫茫人海 未來立法院是茫茫預算 茫茫法案 你頭都昏了 沒關係 這裡連學將提供我們一個示範 你先認養你最關心的法案 分之三個城市 國家當前最需要你做什麼 第二 你的選區最需要你做什麼 第三 你個人的理想 希望你自己能做什麼 分三個城市 抓起一個法案 從頭到尾 把他吃豆豆 怎麼產生 怎麼省議 怎麼炒業協商 怎麼散步通過 把他吃豆豆 一個字都不要放入 預算也是一樣 就從這個法案 這幾個預算開始 我全部把他吃豆豆 把他熟悉 倒背 入流 從這裡 拼出 你的立法委員這個路徑 這是一個 可以試試看的方法 國家需要什麼 選區需要什麼 關心什麼 先從這裡開始破 大家一定會越來越好 我相信 所有我們國民黨 這次立法委員 大家可以這麼團結 國人又對我們這麼高的期待 那些美國 這個代表處長來立法院 他從來沒看過這麼多記者 他去了緬甸 去了愛爾蘭 去了各地 他是怎麼有那麼多的記者 在台灣立法院 國人高度關注我們 所以各位親愛的委員同 我們一起來努力 一起來團結 打造更好的成績 做出選民心中的萬靈長城 謝謝朱立仁主席 謝謝黨團副總召 黃孟凱處理長 以及林志明副處理長 也謝謝我們秘書長王建廷 謝謝各位委員同 跟各位保健 各位新聞界的朋友 因為我要再趕回飛機場 再積一杯 茶 碰住人的肩膀是心燒的 喝酒的話會被酒 跟茶進來的 祝大家 這次公司贏 勝利成功 謝謝 謝謝院長 勝利成功 謝謝院長 謝謝勝利成功 快點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